深夜,紫色的蛇形藤蔓蜿蜒进入房内,男人寻着藤蔓的方向定睛一看,这东西竟然生长在一个妩媚女人的大腿之上 男人着了迷一般,四处去找,不料,却猝不及防地被这些藤蔓进住了双手双脚 接着,女人又突然从天而降落在男人的心上,抬手一挥,便用藤蔓捂住男人的唇,尽情享受着片刻的铁汉柔情 两人在这头你弄我弄,另一头的房眼上,又出现一个身着黑袍的女人 只见女人从房上伸出一双木质软爪,对着案件装着秘籍饱和勾去 两个美女合作,很快便悄然将这些武林秘籍顺利拿到手 房中的这个男人名叫英雄,是中华武士的第N代大弟子 看到自家的武林秘籍丢了,扑同一生便跪在师父面前,准备领罪 奈何,师父却啃着一只美味的烧鸡丝毫不在意 接着大弟子吓成这样,还掰了一只鸡腿封给他 拽二白白手,让他什么都不用担心,只管回家陪老婆就行 男人一阵错愕,哪可是师门宝贝,就这么让他们偷了 这个秘籍名叫中华奥爵,是中华武士的第一大骄傲 谁能拿到这个中华奥爵,谁便能成为一代宗士 判处师门的无敌师出,已经垂涎很久了,这若是让外人得手,那还了得 而英雄不知道的是,盒子里的只是个百硕 真正的武林绝学早已经被师父赎己于心 见师父不担心,见壮,英雄也只能听话下山去陪媳妇去了 英雄作为武学世家的传人,生性正直,对媳妇那也是贴心的很 一下山,就带着媳妇大包小包的去逛街 只是不曾想去在街上遇到了一个算命的乞丐 这人见到英雄和媳妇二人,二话不说便开始谈琴 一边谈琴一边阵阵有词地称,英雄是天煞孤星转世 不但克父母克师父,还会克媳妇,未来注定孤独一生 一听这话,英雄边上的生奴便不乐意了 对着这人便破口大骂,你一个乞丐在这骂谁呢 你才是天煞孤星,你全家都是天煞孤星 见状,英雄将生奴拉走,一笑置之 他并不信命,乃何谁知不笑片刻,变故便发生了 鬼脸突然出现这英雄叫走 乘无敌带着几个弟子来找门派的麻烦 师父让他速速回去 一到山下,英雄便看清了无敌的真面貌 此人是个日本人,当年叛处世门 便是因为门派师祖并没有将决学传授给他 如今近日一心要将中华奥爵占为己有 不许欺世灭族,也要上门来抢 对此,英雄的师父并不惧怕 听闻他的来意,只让他放马过来 随后,只见一个七八米高的铁甲 出现在众人面前 这巨人踩在地面,一脚一个坑 看起来十分震撼 一个跳跃,便拎着铁剑朝着师父袭来 师父本就是诸如矮人 眼见着如此巨大的身材差异 一旁的门派弟子都吓得不成样子 好在师父能力抄群,双手慢慢运转内力 凝聚天地力量,转而反手一击 并向对方直接击倒在地 而他的主人吴迪也捂着自己的眼睛 不断哀嚎 吴迪黑着脸问白发老人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中华奥爵? 师父大笑 对付你还用不到那武林决学 一个奇门八卦爵足矣 你也就这水平 还是回去好好伺候契儿一养天年吧 吴迪文言只能仓皇逃走 奈何,知道对方刚离开 师父便捂住了心脏 方才的一战看似他赢了 师座已经重伤在身 师父知道自己已经活不了多久 便将英雄拉到跟前 把掌门人的位置传给了他 并将手上的中华奥爵 直接传输到了英雄体内 等到中华奥爵的一脱身 师父便当场咽了气 英雄当场气不成声 奈何,这还不是结束 等到英雄送走师父回到家中时 他的爹娘早已经被人杀害 而凶手无敌的五个弟子 便在这守株待兔等他回来 英雄本想杀了他们 为父母报仇 可此时中华奥爵 才刚刚进入体内 他刚想运功 便直接内伤连连后退 自知今天是办不了这些人 他只能先行脱身 去找他的妻子 找到妻子和生奴之后 鬼面也突然现身 英雄性子刚烈 师父死了如今 又遭父母伤亡 担心他做出什么冲动的事情 便叮嘱英雄报仇之事 绝对不可以操之过激 在将中华奥爵成之前 一定不能动用内地 不然很可能会走火入魔 暴毙而亡 为了以后能一举血恨 英雄忍辱负重 带着妻子和生奴 来到了泰国避难 自然刚刚到达 便看到中国人 被一群美国佬当场欺负 英雄看不过去 便直接抓住对方的辫子 转而两拳打出去 便给了他们一个教训 内部的美国人 这英雄的手上功夫不错 便装模作样地走出来 出口便将手下大骂了一通 并当街叮嘱谁 也不能轻视中国人 这人想用这样的方法 刷好感 从而拉拢英雄 为他做事 英雄刚刚抵达一个陌生的国界 一听有工作做 便答应了 但当他来到工地的时候 便很快发现猫腻 这里做苦力的全都是中国人 只要动作一慢下来 便会被监工挥鞭子毒打 很多在这里做工的中国人 都是死在监工的虐待之下 而这些人羞辱人的手法 和方才街头的一模一样 见状 英雄终于察觉到 这些美国人并非他想象的 那般善良 身后的监工界英雄 握紧了拳头 立马举枪对准了他 看着身边被折磨至死的中国人 英雄忍无可忍 直接抬手运气 动了动手指 便直接搅了对方的枪 吓对方连连大喊有妖术 随后听见动静的美国人 顺利一支配枪小队 再次靠近 英雄毫不手软 蓄力将身后的大石头 全数发动 直接朝着对方杂趣 一时间让他们开枪的空隙都没有 只是 他这次的出手还是太冲动 中华奥爵尚未练成 师父给他传输的内力 也没全然消化 教训完人后 便直接晕倒在地 好在此时 中华楼的老板来此解救中国工人 顺便也将英雄给救了回来 在场的人都看到了英雄 为中国人出头的一幕 此时 他已经是中国工人的大英雄 中华楼的老板 更是直接将英雄留了下来 让他和妻子在中华楼中生活 在这里落脚之后 英雄一边陪着妻子养胎 一边写信给鬼灭 让他误念 自己一切安好 但谁却想 这信最后竟然落到了无敌的弟子 大壮手中 不小几日 这些人便再次追到了泰国 当晚 大壮直接破门而入 为了不影响中华楼的运营 英雄独自出楼 一对五和他们对战 刚刚出门 便被拔地而起的木头 给团团困住 准备将英雄活活烧死在这棺材里 可英雄怎么可能坐以待毙 还没等火上身 便动手内力 直接将棺材击成碎片 蛇女想再次发力偷袭 一抬手 却被空空而来的一个大杠 给盖到了当街 英雄一看 是鬼面的手笔 鬼面功力深厚 神出鬼没 直接替英雄解决了蛇女 和土踢婆几人 让英雄专心对付功力最深的大壮 指针大壮胸中万箭齐发 准备将英雄直接击杀 奈何英雄毫不示弱 双手单单在空中画了个圈 并将这些剑轻松的调转方向 全力朝着大壮反击 奈何实声想 黑袍女小美突然出现 替大壮挡了个结实 大壮便趁机偷偷溜走 小美在这几个弟子中 有些格格不入 其余几个都是心狠手辣 只有小美性子善良 不久前 她还出手救了英雄一命 见识小美英雄也没有赶尽杀绝 直接将小美带回了中华楼救治 小美面对英雄的铁汉柔情 内心十分触动 亲自治疗又亲自喂药 很快便对男人产生了好感 但碍于英雄已经有了妻子 她也只能二人离开 但谁知当天夜里 这个男人竟然再次登了她的门 而且一改之前的冷漠 对她那是嘘寒问暖 甚至开始对她诉说爱意 就若是别的男人对她现阴情 小美指定会拆她十米远 可这是刚刚救了她命的人 小美很难不心动 当晚两人便睡在了一处 隔天一早 小美在枕边看到了英雄留下的纸条 她称自己会回去和妻子离婚 以后只对她一人好 小美见证 这叫一个欢喜 但学生想 等她去找英雄的时候 是看到英雄正和妻子恩爱的出门逛街 一点离婚的意思都没有 小美顿时明白了 这就是个大渣男 昨晚就是片色来了 于是回去便联合几个师兄妹 在英雄妻子生产当天 一把火将中华楼给点了 等到中华楼老板出去查看的时候 大壮直接一棒子将她打鱼 并易容成老板的样子 再次回到英雄的身边 与此同时 紫色的藤蔓再次出现在众人脚下 英雄和圣奴都被困在了产房外 而小美就在此时现身 并称今天一定要杀了英雄血耻 英雄这叫一个懵 我招你惹你了 听着房门中的呼救 英雄又顾不得问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一把剑将小美击退 便抱着老婆孩子往外跑 这中华楼已经被大火淹没 他们必须赶快离开 可女人生孩子那是要命的事情 就刚刚产下双胞胎 就经历这样的事故 从火场一出来 英雄妻子便一血泵 当场死亡 英雄抱着妻子悲痛欲绝 身边所有的妻人都相继离开 只要英雄想起了当初那个乞丐的话 他的命盘可能真的注定一生孤独 见英雄已经自乱了阵脚 大壮直接将英雄的孩子抢走 一个暴走 现在打不过他 未来有他的骨血棒身 还怕他不束手就齐 只是还没走两步就被小美撞了个正招 小美一眼便认出来 这是师兄大壮 联想到英雄前后不一的行为 小美这下什么都明白了 原来这一切都是这大师兄自导自演 嫁祸给英雄 从始到终对方都没有对不起他 一分一毫 看到中华楼那熊熊大火 小美当即发了狠 要抢过这孩子 还给英雄 可小美哪里是大壮的对手 最终也只是用藤蔓伤了对方的腿 自己还搞得满脸是血 此时 中华楼里的人死得死伤得伤 这儿英雄不得不多想 为了孩子的安全 他让圣奴将孩子带回国内抚养 自己独自在泰国练习中华奥爵 想他一身功夫 这时候不报 他便不配做一个中国人 可变故却再次发生 吴迪突然出现在妻子的坟前 猝不及防地将英雄击倒 只却摄取了吴迪身上的中华奥爵 英雄此时 中华奥爵才练习了一层 哪里能是吴迪的对手 健壮 他迅速带着鬼面逃走 吴迪身边的蛇女抬腿叫追 吴迪伸手就将他拦住 怕什么 有中华奥爵在手 整个亚洲他再也没有对手 什么叫反派死于话多 你可且等着翻车吧 二十年后 吴迪已经带着自己的弟子 将中国各派武林高手 全部屠杀殆尽 而英雄也将中华奥爵 练到了最后一层 马上就是中秋节 生奴得知这个消息 带着已经长大成人的英雄儿子 踏上了泰国寻亲之路 可谁知英雄对自己 天煞孤星的命盘耿耿于怀 哪怕是儿子已经到了中华楼 他也不肯现身 生怕自己会害了儿子 但他这个儿子完全继承了英雄的性子 见不得中国人被欺负 一听老板说 中国工人又被欺负了 直接夺门而出 要去教训对方给同胞出气 而谁知这一切 都是大壮为了引出英雄的诡计 这诺大的场地空空荡荡 哪里有美国人的身影 只有几个小日本鬼子 在上头作威作福 这个男人一抬手 便将几十只枪 悬浮在空中同时上膛 并对准了中间的中国人 眼看着子弹已经射出 众人吓得连忙闭上了眼睛 就在此时 英雄突然从天而降 分分钟便将这些枪支弹药 全数揉碎在地 眼界目的达到了 蛇女直接朝英雄出手 只见竖发兵时 从手中迸发 势头迅猫 但皆被英雄手中的赤剑 给倒了回去 于是同时 大壮的手下全数出动 朝着生奴鬼面几人袭来 大壮见状 直接速战速决 将蛇女动成一团废物 转而和大壮正面对决 大壮没了伤腿之后 痛定思痛 专心练功 架势看起来还挺猛 一束手便将英雄和他儿子 一起掉在了半空中 奈何 英雄手中不但有武林爵爵 中华傲爵 还有当初伤了无敌的 一只眼睛的 奇门八卦爵 看到儿子在半空晕倒 英雄瞬间嘶吼出声 转手间 便用奇门八卦诀 将大壮捏成个筛子 困在空中 看着大壮被困 他的徒弟大花还想上前营救 奈何却被英雄随后一挥 便直接晕了过去 与此同时 周围终于恢复了平静 就在众人要收拾收拾回去的时候 英雄突然发现 这大花脸上 竟有一个胎记 而瞬间认出 这便是被大壮当年抢走的女儿 到此 英雄的儿子和女儿都在身边 但他却不能逗留太久 只怕 自己这一身杀心的体质 英雄从中华楼出来之后 再次遇上了当年的那个乞丐 这次相遇 英雄只觉内心无味杂陈 乞丐却悠悠劝解 有舍才有德 真正的侠客都是孤独苦命之人 虽然英雄的命数已定 但他却可以改变他人的命运 这何不是一种德呢 另一边 英雄的女儿大花一醒来 便将圣奴打玉 好回了吴迪那里搬救兵 无奈却被吴迪直接绑了起来 直接带回了中华楼 有了大花在手 也不怕英雄不应战 二十多年过去了 他要等的就是这一战 而大花此刻才明白 自己这么多年 到底错过了什么 原来他一直处心 几率要对付的人 就是他的亲爹 简直大逆不道 吴迪挟持大花到了中华楼前 一言不合 便直接劈了中华楼的牌匾 逼得英雄再次现实 英雄一身正气地站在半空 大手一挥 远在房间内的宝剑 便当即出窍 落在他的手中 而吴迪直接召唤了 他历练多年的蟒蛇 来和英雄一决生死 这蟒蛇一开口 便喷出了无数乌鸦 英雄提着带着火光的赤剑 直接冲向大蛇的嘴巴 将这玩意直直地 给戳了个对栓 转而拿着剑 便冲到空中和吴迪 硬碰硬 无奈 在两剑相碰的时候 英雄手中的赤剑 突然断成两剑 吴迪剑撞 那叫一个得意 直接召唤出巨人贴甲 要让英雄当场碾压 只见巨人手持宝剑 直接砍向地上的英雄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 英雄就要死在吴迪的手中 冥冥之中 英雄似乎看到了 自己王区的师父 看到师父现身 英雄也终于悟出了 中华奥爵的最后一招 无剑胜有剑 就在巨人长剑落下的瞬间 英雄简单的两指伸出 便弹射出吴迪的橙色光剑 并接着中华奥爵最后一招 英雄成功将巨人和吴迪 直接击杀 故事的最后 残害无数中华武林人士的无敌下线 而尽管英雄此时生前 已经儿女双全 而是他做的决定 从来不会改变 他叮嘱儿子女儿 收好中华楼 当晚便提着行李 回国帮助国内的武林人士 光复中华 《中华英雄》是上映于 2022年的武侠新片 改编自《中华英雄》的系列漫画 由胡军领先主演 感兴趣的小伙伴们 可找原片一看 好了 今天的解说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支持